你們有聽過那笑話嗎 就是博恩講那個東西 他當時是因為那個Chris Rock 他被威爾史密斯打了一巴掌嘛 然後他就寫了一篇文章 覺得說喜劇演員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提到說 Chris Rock應該之後要謹言盛行 指開沒有雙臂的人的玩笑 我想問一下就是 現場的公民跟來賓 你們覺得這個笑話OK的 請舉起手來 能接受的舉起手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們身心障礙者 對自己的笑 那個開玩笑 就像榮章說的 會更嚴重 開那個沒有雙臂的人的玩笑 他沒有這個本意沒有錯 可是他寫出來 是公開給大眾看的 那這樣子的話 那個沒有雙臂的人看到了 他已經很不舒服 我的朋友都跟我說 他很不敢跟 身心障礙者 開玩笑 或講比較 要跟對方講話的時候 我要先了解他 他能不能開得玩笑 不敢說 他一組 我就想達 其實 那一組 他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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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雙臨人的 象 MIN